许多人在肠胃出状况的时候 都会选择服用胃药来缓解不适 不过肠胃科医师肖敦仁就在节目中透露 有一名70岁的老夫人因连续服用胃药一个月 导致她连日排出黑便 吓得她赶紧冲值医院求诊 不料在接受进一步检查后 发现她已罹患严重为溃疡 胃部甚至有将近30个破洞 肖敦仁日前在节目《医师好腊》中指出 她曾经遇过一名70岁的老夫 对方在就医时透露 自己已经连续好几天排出黑便 于是她立刻替对方安排照卫镜 不料尽发现老夫已罹患严重为溃疡 其胃部甚至有将近30个破洞 肖敦仁进一步问诊后得知 老夫早在就诊一个月前 就曾因膝盖疼痛而去看骨科 当时医师开了消炎纸通药 胃药、肌肉松弛剂三种药物给她 尽管老夫每天都有按时服用这三种药物 却意外发现胃痛的感觉没有缓解 且还有排黑便的症状 这才去医院看诊 肖敦仁解释 该骨科医师并未开给老夫强效胃药 使得他的胃部没有获得全面性保护 为了帮助老夫缓解胃痛 肖敦仁除了建议老夫没有胃痛的话 就别吃止痛药 且可以多吃一些PPI质子帮普抑制剂 借此减少胃酸粉米 经过四个月后 老夫的胃痛、胃溃疡皆好转痊愈 肖敦仁最后也建议 市面上常见的消炎止痛药 阿斯匹林、泪固醇 都会需要搭配好的胃药服用 以免对胃带来伤害 另外由于胃药内含大量钙、铝、煤等矿物质 故如果同时服用铁剂的话 反而会产生竞争吸收的情况 药效也会因此变差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